主播观众带来关心到在新加坡最新记者现在的位置 一样是守候在香格里拉酒店 也就是新北市场侯友宜下他的饭店 不过呢今天第二天 他上午仍然是神隐的没有公开行程 一路到下午两点才会有一个拜访新加坡新创基地的行程 而晚上六点半则是在香格里拉的宴会厅 举办绿建筑以及新创产业和各个乡亲 还有青年座谈 那么可以关注到的是 在新加坡这里除了座谈之外呢 外姐关注的他到底和哪些的高官见面 那么呢在昨天上午的神隐行程之后 在他的第三个行程 他的幕僚转发了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的脸书 李志生他有说到了 他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优汉新北市长侯友宜见面 而可以看到呢在今天的联合早报也有报道 对比昨天联合早报 侯友宜的版面是出现在中国版 今天则是有一个版面 是写到了李志生接待台湾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这样的标题介绍侯友宜和李志生的见面内容 那么可以关注到了 其实在最后面有写到了 侯友宜是2018年的时候当选新北市长 2022年的时候竞选连任成功 而这是他在任期内第二次到新加坡 上一次是2019年的9月 而目前他也是国民党民意支持度最高的政治人物 那么联合早报最后还提到了 他被视为是该党2024年最有可能的总统提名人 不过外界关注到了 传出他今天最有可能和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见面 不过他昨天是否认的 而且也说到了 不管要见谁 一切都尊重新加坡这边的安排 因此呢 是不是和马英九仿中型 有一点客随主便同样的意思 那么外界关注到了 他如果这一次来到新加坡 他上一次其实在2019年来的时候 由和现任的副总理黄巡才见面 如果这一次没有和老朋友见面 而朱立伦也在2015年 以新北市党的身份来到这边 有会晤李显龙 那是不是其实两人 对于他们见面的人物有落差 因此呢 党内对他的期待 以及支持者可能也会感到失望 以上是在新加坡最新 将时间尽头交往给彭丽直播